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喜歡上臺灣 是因為當時我在看 首先我看了有一本 瓊瑤的小說叫《船了》 就談到這家年輕人到阿里山玩 寫得非常風景優美 所以我就覺得 對於臺灣有點悠然神往的意思 當然不僅僅是小說 還有一些報導 因為大家同學們注意了 所以我們就很注意看 臺灣的一些報導 我是從書籍裡面認識臺灣的 包括一些畫報 我很喜歡歷史 我小學開始就看 所謂的《東周列國誌》 《三國演義》 所以我對於這個歷史蠻有興趣 我就填了《歷史是我第一次願》 我就進到臺大歷史系了 所以就很自然進去了 結果到臺大大大一 我就想轉 我就想轉人類學系 你一定問我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時候 那個是民國五十九年 在一九六五零年吧 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零年 在那個時候 人類學系是一個 對我 對一個高中畢業生來說 進入一個大學 就是大一的通史 大一國文 大一英文 都是好像是高中的延續 我說在臺大來說 唯一的一個很嶄新的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嶄新的科目 就是人類學討論 所以我就 讀了那一年人類學 我就對人類學好有興趣 所以我就準備要轉系 轉到人類學系 那個時候畢竟還是十九歲 二十歲的孩子 所以就寫信問爸爸 說我想轉人類學系 好不好 那個時候 臺大的人類學系 是叫考古人類學系 還有考古兩個字 後來他才把考古沒有了 叫人類學系 所以我說我要轉考古人類學系 我爸爸看到我的信 就立刻回了我信了 意思 對我父親來說 我本來是一個 可能會讀science的小孩 轉到文科 讀歷史已經很冷門 而且讀歷史也不知道 未來前途如何如何 我現在更要轉到一個 考古人類學系 所以父親就跟我說 你還是不要轉的吧 你就好好乖乖的 去讀歷史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人類學系 你就去旁修旁聽 或者復修等等 所以我後來沒有轉 就這個因素 我會離開 是一段時間 我會離開 我們會離開